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拉面说了 大家知道拉面吗 吃拉面 拉面馆 拉面说了 想成功得有人拉一把 饺子说了 脸皮不能太厚 否则没人爱你 馒头说了 要像我一样比较实在 吃得饱 价格便宜 那就叫随缘 豆腐说了 你们以为没了 豆腐又说了 豆腐说 豆腐和做人一样 老豆腐没人要 太嫩了 容易睡 学会中庸之道 刚柔相继 阴阳调和呀 这个时候 一个大虾跳来跳去 跳过来说了 虾说 我的大红之日便是我的大悲之时啊 就是被虾被煮红的时候 它就是赏命的时候 啤酒说了 很多年轻人啊 急于出头啊 别 不要着急啊 总有人啊 让你冒气泡的时候 面包说了 我渺小的时候比较充实 当我这个面包伟大的时候 里边很空虚啊 最后 油条说了 油条讲完你们一定要鼓掌 因为非常有哲理 油条说了 不受煎熬 不会成熟 总受煎熬 会成为老油条 所以我们做人要学会忍一时风平浪静 我们一生啊 哎呀 总是不肯忍耐 所以把自己的孩子得罪了 把朋友 把领导 把你的好的一些父母亲得罪了 所以要退一步 海阔天空 想一想 我们年轻的时候得罪了多少人啊 有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人生何处不相逢 让他极齿又何妨呢 万里长城 金犹在 不见当年 秦始皇 万事临头 三思为妙 怒上心头 忍让为上啊 自卑容颜 连花上微笑 那么大悲观世音不测 我是你最疼爱的孩子 让我像你一样吧 坚强守护每一颗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